浩克竟然被人大卸八块装进了福尔玛林里炮着 心丹皮肺甚甚至是十二指肠都被分开装进罐子中 浩克是如何被人抓住并强行分尸成这般母娘 他又要如何逃出这些瓶瓶罐罐的树子 这本漫画便是史上最强浩克的人看不朽浩克 在这本漫画当中首次引出了之高存在OA的对立面 甚至浩克成为了宇宙最强之神 他还抓住不死先生一起活到了宇宙墨语 不朽浩克漫画非常精彩 建议一边吃零食一边看视频 故事还得从《魅战2》说起 复仇者们预言了浩克会杀害所有超级英雄 于是复仇者们全员找到布鲁斯班纳打算防范于未然 但鹰眼突然射出一件将布鲁斯班纳瞬间击杀 因此布鲁斯班纳和浩克一起死了 然后故事来到了 不朽浩克漫画里 便利店内店员正在低头玩着手机 甚至完全没有注意到穿着卫衣的男子靠近 当收银员抬起头的时候 已经看到一把枪指着他的脑 正是卫衣男子要实施持枪抢劫 正在买橙汁的女孩看到了这一幕 心生恐惧的她手一滑 手中的橙汁掉落在地发出巨响 紧张至极的卫衣男子被吓到 下意识瞄准女孩便扣动了扳机 女孩中枪倒下来 于是卫衣男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只听又是一声枪响 杀掉了店内的一名戴绿帽的顾客 收银员哭喊着求卫衣男子不要杀他 但卫衣男子仍旧选择开枪 随后他抱着收银台的前箱子就跑了 只留下收银员和女孩以及绿帽顾客的尸体 夜幕降临 警局正在调查此案 停尸房内 白布盖着三具尸体 但其中一具尸体这在此刻突然变 他的手变成了一双绿色的巨大手掌 与此同时一个当地机车黑帮的大本门内 机车帮的老大正在逼迫 今日抢劫的卫衣男子团前 卫衣男子将枪杀三人后 抢来的零钱尽数交出去 但还是欠着机车帮高额的高利贷 经过一番威逼利诱的辱骂后 他被赶了出去 就在这一刻突然地洞山摇宛如地震一般 机车帮以为有人来找麻烦 于是所有人拿起家伙是冲出门外 但他们在门外搜寻一番却找不到任何人 就在这时候一双巨大的手撞破墙壁 抓向机车帮老大 吓得所有机车帮的人扣动扳机疯狂扫射 卫衣男听着身后不断响起的响声被吓坏了 但是很快他发现惨叫声和响声都停了 一切都是那么安静 甚至安静得非常诡异 在当卫衣男回头的时候 就已经看见体型硕大的浩克的大脸 此时浩克愤怒无比 因为卫衣男今天杀害了收银员 以及一名只有12岁的小女孩 接下来卫衣男疯狂认错求饶 但很显然浩克不可能原谅他 于是他对着浩克疯狂拍枪射击 但也仅仅只是在浩克身上留下一个印子 接下来浩克没打算放过他 浩克自然有浩克的处理方式 坏人就该被惩罚 停尸房被开了一个巨大的洞 机车帮全员晕倒在房子内被捕 枪杀案的犯人筋骨寸断被警察发现 而这一切都是浩克做的 在这本漫画中浩克变身的条件变化 布鲁斯班纳不再是由愤怒导致变身为浩克 而是当太阳落伤后才能随意变身 因为种种原因布鲁斯班纳过上了逃亡的生活 他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避免被抓 在布鲁斯班纳的逃亡旅途中 他做了很多事 例如发现一名害死很多人的伽马怪人 然后亲自将他身埋在大山内 还发现一名被伽马辐射的年轻罪犯 并亲自将他打败送入牢狱当中 闹得最大的一件事还得是和大脚怪的战斗 阿尔法战队的沃尔特前来抓捕浩克 但是没想到沃尔特刚到就被人往后背上捅了一刀子 沃尔特立刻被送往医院开始接受治疗 但是在医生竭尽全力治疗的时候天黑了 沃尔特身躯内的大脚怪接管了身躯 但是大脚怪却不知为何失去了理智 当布鲁斯班纳找到他时 大脚怪已经杀害了手术室内所有医生 于是布鲁斯班纳便伸浩克阻止大脚怪 同样身为由加码辐射诞生儿的怪物 他们的战斗打得不相上下难分国中 在打斗的过程中浩克还了解到了绿色的门 大脚怪曾经开启过一扇怪异的绿色门 而且有东西从绿色的门里跑了出来 浩克死死按住大脚怪逼问到底是什么跑得出来 但紧接着浩克通过镜子发现了 跑出来的东西竟然是布鲁斯班纳的父亲 那个早已死去的家暴疯子 班纳父亲掌管了大脚怪的身躯 就像当年打儿子一样痛走浩克 从布鲁斯班纳出生起 他就没爱过班纳 因为他从小就觉得班纳是一个怪物 所以一直想要把布鲁斯班纳杀死 现如今他附身在大脚怪身上 正恨不得立刻将浩克和班纳一起杀掉 浩克被大脚怪丢出去砸穿医院的墙壁 他倒在地上惊讶至极 浩克不敢相信眼前的大脚怪居然是父亲 因为浩克亲手杀死了他 但大脚怪立声咆哮说道 我就是被你杀死的父亲 我从绿色之门中归来 起死回生 向来对父亲充满恐惧的浩克不断退后 在一脚将大脚怪揣飞后 浩克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 害怕父亲的是布鲁斯班纳 而浩克才不会惧怕他 于是浩克再度和大脚怪打得有来有回 最终战斗以浩克吸收了大脚怪 所有的加码辐射而结束 大脚怪的加码能量被浩克尽数吸收 然后他便身回沃尔特的人形一样 浩克没有停留 他选择直接离去 而醒来的沃尔特并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 他只觉得自己身躯内的大脚怪不见了 沃尔特再也感受不到自己身躯内的大脚怪 但这件事远没有结束 布鲁斯班纳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而是被浩克吸收后一同寄生在布鲁斯班纳的身躯内 布鲁斯班纳又想起几年前那件事 他死于过量的加码炸弹辐射 只不过他在加码辐射中死而复生 唯一不同的是浩克也诞生在这世界上 现在布鲁斯班纳已经好几天没睡了 为了避免浩克在夜晚占据他的身躯 布鲁斯班纳只能喝咖啡提神彻夜不睡 在他眼前的镜子里 他能看到浩克正在镜子中发泄怒污 甚至出现了浩克将镜子砸裂的情况 但布鲁斯班纳不知道的是 浩克并不是在对他发泄怒污 而是对镜子另一面的布鲁斯班纳的父亲发泄 他也存在于班纳的身躯之内 为了了解清楚浩克到底想说什么 他决定和浩克简单交流一下 布鲁斯班纳闭上眼睛 任由浩克操控他手上的笔写字 当布鲁斯班纳在睁开眼时 发现上面写着一个字 家 但布鲁斯班纳一时之间却不知道家在哪 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间小房子内 电视上正在报道浩克在医院闹事的新闻 而坐在沙发上的镜子班纳的前妻 他也是罗斯将军的领袋 曾经的女工浩克贝蒂 不久之后的阿尔法战队空间站内 沃尔特正在接受阿尔法战队的检查 他便身为大脚怪在医院杀害了好几个人 虽然真正控制大脚怪的人是布鲁斯班纳的父亲 但在世人眼中杀人的就是大脚怪 因此美国政府要求对沃尔特执行死刑 好消息是如果旌旗队长能够抓住浩克交出去 也许就能为沃尔特争取到免除死刑的机会 此时此刻布鲁斯班纳正走在乡间小路上 他习惯性地伸出手想搭个顺风车 却没想到发光的不是车 而是无比耀眼的惊奇队长 只听惊奇队长一声令响 很快黑豹与恶灵骑士和美国队长 以及女浩克詹妮弗和雷神索尔 还有反浩克装甲钢铁侠同时登场 他们气势汹汹地来到布鲁斯班纳的面前 布鲁斯班纳看向自己的表妹珍妮弗 珍妮弗看见布鲁斯班纳就非常生气 这股怒气差点让他直接变身成女浩克 还好索尔及时按住珍妮弗才没让他变身 惊奇队长表示他们可以不打架 只要布鲁斯班纳自愿跟他们走 不然他们就得靠实力说服布鲁斯班纳 惊奇队长表示他们不能再任由浩克随意流浪 因为浩克的存在就是巨大的威胁 布鲁斯班纳自然不肯走 只见他奋力的一咬牙 顿时衣衫破碎肌肉瞬间膨胀 布鲁斯班纳直接化身为壮硕无比的浩克登场 战斗过程比想象中更快 恶灵骑士连人带车直接被浩克丢出去 吓坏了正准备避难的居民 紧接着索尔重重挨了浩克一拳 连牙齿都被打飞出去一颗 索尔顿时头晕脑花仿佛脑震荡一般 美队赶紧拿着盾牌挡在索尔 而浩克也中了盾牌的嘲讽 每一拳都打在美队的震惊盾牌上 紧接着黑豹赶来救场 他跳到浩克的肩膀上 然后对着浩克的太阳穴释放电流攻击 但这还没完 反浩克装甲的掌心炮已经准备救血 除此之外还有名为太阳神的武器在高空待命 黑豹抓紧机会躲开 下一秒浩克受到了反浩克装甲的重火力攻击 但紧接着就被浩克一个千年杀破招 然后浩克冲上去抓住反浩克装甲 三下五除二就把两根装甲手臂卸了下来 操控室内警报声不断响起 托尼只能咬紧牙关大喊弹射出舱 危急关头黑豹赶来拖延浩克的进攻 却被浩克抓起装甲直接打棒球一样击飞出去 也是在这时候托尼终于被弹射出舱 才得以逃过一劫 托尼发出消息呼叫队友 他认为复仇者们肯定抓不住浩克 因此他决定使用太阳神众火力炮 但威力肯定会摧毁这片居民区 刚好惊奇队长也正在撤离这片区域的居民 所以钢铁侠执意要使用太阳神炮 不过在这之前 他们还有一个杀手锏 只见面目猙獰的女浩克直接冲了出来 一拳将浩克揍飞出去 然后就看见女浩克把浩克按在地上打 威力甚至使得周围环境分崩离析 但浩克还是挡住了女浩克的暴墓连击 表兄妹二人以浩克状态互相对峙 两名最为相似的浩克互相角力不分高低 而浩克则是选择说一些话来干扰女浩克 浩克一边说一边露出奸笑 心智脆弱的女浩克居然被干扰成功 浩克抓住女浩克的破绽出拳 只见一拳把女浩克揍飞到两英里之外 女浩克始终还是稍微弱了一些 看到这一幕的托尼更加坚定使用太阳神炮的想法 现在的他就身处于高空之上的太阳神炮内 尽管惊奇队长私生力竭想要阻止托尼 但托尼最终还是选择开炮 只见一道能量炮机穿云层落下 在地表上爆发出笼罩整个小镇的爆炸范围 这一炮直接摧毁了一整个小镇 负责疏散小镇居民的惊奇队长人都傻了 该怎么告诉这些居民们 他们的家都没了吗 等到爆炸结束后 周围泥土浇黑一片 美队和黑豹以及托尼一起看着地上的干尸 这是浩克被太阳神炮打中后的模样 虽然浩克变成干尸的模样很恐怖 但更恐怖的是即便变成这样 浩克也仍旧没死 但黑豹知道 如果这一次托尼没用太阳神炮 那么死的人就有可能是他们 战斗结束后 恶灵骑士送脑震荡的索尔去治疗 被打飞出去的女浩克则是非常失忍 现在他们成功抓住了浩克 而他们要用浩克的换沃尔特的自由 不知多久之后 浩克再度睁开眼 但他看到的东西都是倒过来的 眼前胡子拉叉的眼镜男正在喋喋不休 但浩克仍旧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画面一转 只见浩克已经被切割成小块 分装在装满福尔玛林的罐子中 现如今的浩克还有意识 却根本无法自愈更无法挣脱 手术刀由艾德曼合金制成 但当他切割浩克心脏时仍旧很失灵 暗影基地的科学家正在研究被分尸的浩克 现在切割开的浩克心脏被送到克里夫博士的面前 在他的身后是浩克的各个身体部位 浩克张开嘴似乎想说话 但没有废只有嘴的浩克发不出任何声音 不过浩克还可以操控手掌束中指 克里夫教授懒得和浩克一般见识 他直接上手捧起两半浩克的心脏 只见浩克的心脏居然在以惊人的速度愈合 即便已经像砧板上的肉一样被切割 却仍旧充满活力并且可以自愈 克里夫博士真的太想研究清楚浩克身上的秘密 另一边的阿尔法空间站内 惊奇队长发现浩克再度失踪了 他为了让大脚怪可以被赦免死心 而待复仇者抓住浩克交给美国政府 但是美国政府再度弄丢了浩克 惊奇队长想要得知事情的真相 于是安排沃尔特组成伽马战队进行寻找 另一边克里夫博士接到了美国军方的电话 原来惊奇队长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将浩克失踪这件事公布在大众视野里 为了避免暴露暗影基地 克里夫博士决定将整个基地转移 但克里夫却看见浩克居然一脸嘲笑 面对浩克的嘲笑克里夫非常恼火 不断说着一些狠话企图挽回点面子 但浩克却笑得越来越嚣张 只见浩克操控被切割的时候 做出了一个打响指的姿势 随着响指成功被打响 所有罐子也被响指震得破了 浩克的不同部位洒落一地 克里夫被吓得拔腿就跑了 但浩克却笑得越发猖狂 紧接着浩克的身躯开始快速自动组装 甚至还用长子把克里夫捆住不给他逃离 而克里夫拼尽全力想要挣脱出去 但他最终没能触碰到警报暗影 然后就被浩克自愈完成的身躯演呆 当浩克彻底自愈完成后 克里夫就只剩一只手还露在身躯之外 很快这一只手也被浩克吸收进身躯内 克里夫博士的助手正想来找他 但是当他一开门立刻就惊呆了 因为他不仅找不到克里夫博士 还看见地板有一个巨大的洞穴 不久之后的荒野山区 浩克一拳将山体打破 他终于冲破山体重新建到天空 但不巧的是太阳现在升起来了 而白天是布鲁斯班纳的时间 无法在白天存在的浩克 正在快速变成布鲁斯班纳 这个过程看起来似乎非常痛苦 他父亲的嘲笑声正在从四面八方涌来 让布鲁斯班纳感到无比的恶心 不朽浩克故事到这里暂告一段落 想看后续故事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 如果喜欢的观众多 那么不朽浩克的第二集也会更快更新 我是一周双更超勤奋的漫威视频创作者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关注给我动力 拜托了 这真的对我很重要